各位,家长们,同学们,还有老师们,大家好。 今天呢,我想要和大家分享,这个学生们,学生们呢,如何使用手机上传照片到这个,到这个Google Classroom里面的assignment,然后提交这个功课。 首先呢,大家来这个Google Classroom这一边,点击一下。 OK,比方说这是你们的Google Classroom里面的这一个课堂,你们按进去。 OK,第一个,然后这个功课,比方说这个功课,New Assignment,作文家族5,我们按一下。 OK,这是一个作文的功课哦,比方说我们把作文写在这个作文部了,过后我们要把它拍照,然后上传到这个assignment,然后我们要提交应该要怎么做呢? OK,我们来这一边,手机,这是手机的页面啊,然后有work这一边,这个箭头这边,我们点击一下。 OK,然后看到吗?有work,assign,加,add attachment。 OK,我们在这边加,按一下,OK,然后我们来这一边,take a photo,有没有看到?take a photo这一边,我们按一下。 OK,然后你的手机就会自动打开了。 好了,然后你们就可以拿你们的这一个作文呢,放在手机的,这一个,这一个camera前面哦,OK,然后你们对焦好了,focus好了,你们来这一边哦,拍照的这一边按一下。 OK,好了,你可以去找这个go这一边,你按一下哦,每个手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,哦,总之就是拍好了,go,如果你拍不好,你觉得不清楚的话,你再打插这边按一下,重新拍过,哦,OK,你认为清楚了,你才把它,你才按go。 OK,这个照片在上传,我们等一下,时间可能会比较慢一些,哦,因为这是,这是因为,这个网络的问题啊,OK,好了,看到吗? 作文家族5,然后3月27号,OK,这是我的这个照片哦,你们的话呢,就是你们把作文写好了,然后上传来这一边,而不是拍,随便拍一样东西啊,然后这个我只是做一个示范,OK,然后就按这边hand in,hand in就是提交的意思。 hand in your work,one attachment will be submitted for作文家族5,OK,所以你们按hand in,哦,这一边我是用教师的这个户口,所以我按hand in也没有关系,哦,你们就不能够啊,哦,老师叫你们写作文,你们就写作文啊。 OK,我按下,OK,我按了hand in等一下哦,OK,这边会出现,work submitted,OK,好了,我们就来这边,箭头这边按一下,OK,然后我们就退出,OK,这样子就完成了,哦,OK,今天我的讲解就到这边为止, 喜欢我的影片的人觉得我这个影片有用的人,谢谢,谢谢你们观看,然后也麻烦你们把我这个影片分享出去,可以帮到更多的人,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,想要我继续分享视频的话,请帮忙subscribe,订阅我的频道,有订阅才有继续分享的动力,拜拜。